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欢迎今天的玩具测评 本期我们介绍一个玩具 它就是6寸的特朗普特里面的爆破大师 萤火虫 6寸 开个玩笑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 其实是出自于Fortnite 就是堡垒之夜的 这么一款游戏里面的一个玩具 那么它的名字叫做Haver 它是40个关节可动 是一个6寸的玩具 它的造型的话 是酷似我们的爆破大师萤火虫 那这个萤火虫的话 是3.75寸 它的比例是1比18 我们这个玩具的比例的话 是1比12 它是一个40个关节可动的 这么一款玩具 那么堡垒之夜的话 是一款第三层射击类的游戏 那么它一共有两种可玩模式 一个是PVE 就是Player vs Environment 就是拯救世界模式 在这个模式里面的话 你们是跟队友 在一起建造防御攻势 来抵御败敌 那么类似植雇大战僵尸 这么一款游戏 第二个模式的话 是PVP 就是Player vs Player 是自由对战模式 那么是上限是100个人进行对战 那么血战到底到最后一个人 类似于大逃杀这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也是PG-13 就是13岁以上才能玩 并且是在家长的带领下才能玩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我感觉的是非常相似 于我们这个游戏火虫 而且确实是感觉 这个背包的话 非常诱人 这是一个炸弹背包 包括枪支 这些武器细节 都是感觉可以去买 而且价格也公道 那么最近的话 特众部队也是推出了6寸的系列 那么为这个特众部队 找一个第三方式的 也不是不妥 我们知道特众部队 演成什么队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第三方 这个示例 那么这个Fornet里面的话 其实很多人物的话 都是非常的欢乐的 那么很多配件的话 也是非常的夸张 那么科学说的话 是值得拿来把玩 好 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话 是这个玩具本身 小人配件 小人配件和可以换脸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人物的 一个artwork 一个设计 这个人物的表情的话 更像萤火虫 好 后面的话 是这一系列人物的介绍 好 那么这也是第一个系列 是series one 我们待会的话就来开会的 看看我们这款玩具 OK 它是Havoc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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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3,4,3,4,5,0 1,2,3,3,4,1,3,3,0 2,3,4,0 2,3,4,0 我的凹凹 我的凹凸 我的凹凸 我去哪个凹凸 那我全部都用到凹凸 我最好感動的 你又要是迷信的 我就是迷信的 你跟著迷信的 我先去看 你也不想去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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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 这款玩具的话就是HiveWalk 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把它的配件放在身上了 那么这是一把枪 还有后面的这个背包 当然的话还有两个小的配件 我们待会再来说 还有一个斧子在这里 当然还有两个可换脸的部分 我们待会一起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把枪好吧 这把枪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夸张造型的枪 它的话是明显出自于M4A1这把枪 这把枪的话应该是在1994年的话开始进行使用 那么参加过这F1战争 那么一直沿用至今的一把枪 那么是有点夸张造型的偏卡通风格的枪 好那么第二个配件的话就是这把斧子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模式的话就是PVE模式 就是Player vs Environment 那么需要玩家的话就进行开采这个矿物 进行建造这个防御公式 那这个斧子的话呢 绝对是一个开采矿物的是一把利器 那么它在这个对战杀人的时候应该不是那么得力 但是像这种破坏的一些公共设施的话 应该是比较得力的一个武器 我们知道这个福尔联盟里面这个锤哥 后来这个造型的话也是这个造型 就是一边锤一边是斧子 所以说斧子的话是很有威力的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一个可以恢复体力的这么一个饮料 好那么它喝掉之后的话呢 可以恢复体力以及恢复这个防御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槽 是可以把这个手部的话呢 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 可以把它拿得非常的稳 好的我们看这个小槽的话呢 是可以把这个手指这四个手指的话呢 可以放到里面去的 这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拿这个装备的方法 那么其实的话呢 不管是这个小槽或者是一个小菌的话 都可以把这个装备呢 在手上拿得非常稳劳啊 好这是一个体力恢复的一个小配件 接着的话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手雷啊 那么可以把它放在手里握住 OK好我们把它可以放在手里面 好这是一款手雷 我们知道这个firefly引火中的话呢 它是爆破大师 它应该是有很多款炸弹的 我们这个环境的话呢 虽然不是引火中 但是呢身上的话也是有一些爆破的装置 我们待会儿一次来看啊 这是手雷部分 好接着的话就是这个背包了 这个背包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六寸特征不对的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小菌可以插到这个背后 但是的话呢这个这个背包跟特征不对的背包的话 是不能兼容的 那么他们是大小之分 总之呢一个是松一个是大 他们是不能进行配合兼容的 好这个背包的话呢 上面细节刻画的话呢 非常的夸张和漫画的话 包括这个非常大的一个Rocket这个导弹啊 还有这个小的导弹 上面的话是有一些一二三四四个小包 可以放一些作战的物品 这个背包的话呢 其实刻画物的形式是比较好的 那么其实的话呢 包括像小啊大啊 其实他们都可以处理啊 比如如果是这个是小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放些东西进行缠绕 如果大的话呢 可以把它磨一下 把它磨小一点 可以啊 所以说的话呢 其实如果大家玩这个六寸特征不对的话呢 这款玩具的话是值得拥有的话 这个背包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啊 是可以把它收纳到后边了 好 贴合度也非常好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小人本身了 小人的话呢 我们看面部刻画 这个面部的话呢 跟这个萤火虫是非常相似的 OK 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作战的一个面罩啊 这个地方呢 感觉这个人呢 穿了一个帽衫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小袋 小袋上面的话呢 是有三发子弹 那么这应该是这个散弹枪的子弹 在这里 好的 手套的话呢 是作战手套 那么它的话呢 是一个手指的可动性 这个是六寸特征 是不具有的 那么这款的话呢 是比较不错 好 那么我们看腿部的话呢 是有这两个地方 腿甲的这么一个处理 靴子的话呢 是非常的给力 而且的话 靴子也可以在前面动啊 这个玩具的话呢 一共是 说是四处处可动啊 所以说到可动性的话 你应该是超越了 这个六寸特征队的一个玩具 好 通身的迷彩的话呢 是一个都市的夜间迷彩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的一个logo 是一个炸弹的logo 好 这边的话呢 是军衔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换脸处理 那么可以把它拿下来在这里 好 感觉非常恐怖 对吧 我们来换一个吃惊的脸啊 在这里 好 贴头肚的话是非常的紧密的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吃惊的脸 感觉是吧 炸弹居然没有炸 OK 好 或者说是炸弹 怎么突然间变成了两秒钟了 马上就要爆炸 或者说早点 晚点的话都不太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脸 下一个脸的话呢 就是一个不戴面具的脸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面部的话呢 是把这个面罩给它拉上去了 可以看到这个面容的刻薄 还是比较的精致的 好 那这个小时候的话呢 其实感觉的这个换脸部分的话呢 是非常好的 希望这个孩子宝呢 可以去吸取啊 比如说后边呢 如果特朗部都要出的话呢 可以这样继续换脸啊 那么这个脸的话呢 感觉呢其实不凶狠 还是比较欢乐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凶狠的这个面容的话 就更像我们的萤火虫了 好的 我们把它这个配件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换回这个脸 这个脸的话呢 太平静了 我们换一个 这个脸 我们换一个吃惊的脸 好的 我们看这玩具的可动性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头部的可动性 可以进行左右的移动 可以进行前后的移动 角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手臂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OK 没问题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肘部的话呢 是一个两段的一个可动关节 好 那么打开以后的话前面 呃 手腕部的话可以进行旋转 那么手指的话呢 可以进行打开和合并的这么一个处理 可以钻一个拳头 好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镜像处理啊 我们就再给它动一下 好 那么可以打平 可以进行旋转 可以进行一个 肘部的一个两段关节的可动 可以进行一个 手腕部的一个旋转 可以进行手指的一个开合 好 把它放下来 好 腰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向后的一个后眼 和向前的一个前倾 可以进行左右的旋转 好 那么腿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把它抬起来 膝盖的话呢 是一个两段的一个弯折设计 好 那么脚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 呃 包括这个脚前部的话都可以运动啊 这个是已经超越特种部队的 它可以进行左右的旋转 可以进行一个向前的旋转 好 好的 这个弯队的可动性的话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在两个地方的话 它是超越了特种部队 一个是手部的这个手指的开合 一个是脚尖的这个细微步骤的处理啊 因为当我们摆一个这个蹲着的姿势 在安装炸弹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脚尖的话呢 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可动在这里的 好的 我们把它的配件给它装着 首先的话呢 是这个背包 我把它装在后背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是这把大枪 我把它 让它拿住 好的 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Havoc 它是出自于这个堡垒之夜 感觉的话呢 可动性是不错的 很多配件的话 是比较夸张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欢乐的玩具啊 那非常适合小孩的把玩 那么如果大家想给这个特朗部队的话呢 加一个第三方势力 就是我们这个Fortnite这个部队的话呢 我们可以购买一款玩具 好的 给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欢迎来点赞在那边的转发 我们可以在我们频道上 进行个留言 我们进行个玩具的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